Hello 大家好 我是姐姐 我今天来到苗栗县的这个很古老的隧道 叫做过岗隧道 我待会儿就带大家从过岗隧道看一看吧 这个是台湾最早期最古老的隧道 好 我去看一下 这边是叫过岗隧道 对 前面有一个过岗贝石城 过岗贝石城我之前也拍过 但是可以再去看一下 因为就在这附近了 看到没有 这是最早期的隧道 过岗隧道 但是现在都成了观光地方了 看到没有 前面很多人 成了观光景点 因为这个苗栗这边嘛 这几个景点都安在一起 一个是好望角 一个是过岗贝石城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过岗隧道 所以说今天就 这几个景点都来看一下 这几个景点都来看一下 看吧 诶 这个 北达大师从这上面 不是啊 有点看不到 好了 我看到我的镜头看吧 看到观赏吧 那这个墙壁啊 那这个墙壁啊 也是随移的 可能后来有 要复兇啊 但是有很多游客 因为很多游客啊 主要是来看那个 顺便过来看一下 这边的隧道 狗都带过来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这只有一点点 那可以端进去的 到危险的时候可以端吧 嗯 游客真的很多 今天在外面 风很大 这个隧道 没什么风 还是有一点风啊 看吧 看吧 那这隧道究竟有多长啊 都会很长吧 走了这么久 很喜欢看我在睡觉的时候 哦 没有很长 快到了 日食保余 这是为了观光吗 看到 哦 以前可能是铁骨是在这里啊 现在把铁骨取消了 就 成了一个通道 哎 夏天肯定很凉啊 这里 哎 夏天来这里不错 嗯 今天的话反而有点冷 在外面风很大 马上就走出头了 看一下出去那边是怎么样的 好 好了走出来了 看一下外面怎么样 他这个周围啊 他是睡海边呢 海边呢 刚才我去看那个 嗯 那个叫什么 过港 走出来了 走出来了 重见光明 那个树是什么 长那么多 是什么豆啊 有点有点像造脚啊 造脚就是洗衣服用的 还有一个 有人在卖东西啊 去看一下卖什么 南瓜籽 大家看到没有 这整座山啊 其实 这整座山 山里面它都有含那个贝壳城了 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 那只是一小部分 那只是一小部分 青海公 好旺角 哦 哦 卖的枣子 看到没有 前面是大海啊 拍不出来啊 这边就可以看到大海了 看到没有 现在在长潮吗 那么多水花 这边的视野还真的不错 一号旧隧道 这边还有一个二号旧隧道 现在我就在二号 一号之间 这边有一些过港旧隧道的一些简介 大家看到了没有 还有些时间 什么时候通车 我是日记时代啊 共计三段隧道 对 它那个里面都是有红砖 西村的 待会我还要看第二个隧道 第二个隧道 对 待会我还要去看第二个隧道 看吧 它这边是一个地图 跟一些讲解 这火车也太可爱了吧 好 继续前行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很独特 它这个木头不是一般的木头 就是早期的时候 那个隧道 就是那个铁轨下面的木头 它就顺便用这个木头 便废为保 把它做成路 所以这个路 看到没有 它是铁轨的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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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整个把它锯好了 再把它铺成路 这样的话 可以充分利用 看到没有 最整件都是 现在我到了第二个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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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到了吗 这边也有一些主题跟讲解 它这边写的是好望角隧道群 那就说明这附近有很多隧道 这种旧的隧道 都是日志时代的 好吗 走进隧道看一看 它的顶部全部都是用红砖起来 这个红砖非常的小 里面 里面好黑哦 有点听不清醒 这我一个人 还好我胆子比较大 最早期的砖都是小砖的 盖房子我看到过 后期的话都是大砖的 砖的比较大 看来这是小砖 是小砖的 这个隧道都不会很长了 我现在没有走进 刚看到那边有 亮光了 好凉哦 这里面好凉哦 天然的冷气 这边的隧道 刚才那个隧道完全没有封 这个风好大 以前到时候趴趴走 還好可以開營前,要不然的話真的是 放棄之前 真的很可愛 來嘍,第二個隧道口了 很快啊,怎麼這麼短呢 現在出口吧 啊,出來了 好可愛哦,好卡通啊 這貝殼,貝殼的造型看到沒有 這跟門口的那個圖是一樣的 看到沒有,這就是海邊 過港貝石城海邊,看到沒有 像以前這個隧道很不簡單 都是靠人工一點一點都挖出來的 不像現在有挖掘機要怪死這些 所以說你看要花多少心血啊 真的很不簡單 現在保留起來給大家看一下也不錯